一鸣 您故意伤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处罚级一百万 立即执行 你就是一鸣 是 什么事 老大 地上要找的人 看来就是他 把他带去厕所 是 你们是立飞庭的人 是又如何 他玩弄了我一妹 想害我坐牢 现在还想做什么 想置我于死地吗 敢打成立少 早该想到有这个结局 真当新秀是是他家的 还能当空气吗 法律 新秀时的法律 还比不上立少一个屁 是立少 立少 我们围住一名的小子了 您指示 他是右手打的我 那就 随了他的手 我拿把刀来 棍子挑不断这小子的手间 小子 来看看这个 宝贝 亲一个 给你这个钢哥哥 看看他有多蠢 哎呀 讨厉 还是立少教的好 呀呀 你这狗样子 跟你那个干妹妹 真是一模一样啊 等他 打不动 你干嘛 我拿来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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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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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敢撞我 给老子把他手废了 啊 狂吗 再狂了 一个造子 你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 一生 我是你体内的龙水之力 这么预配是让我与你能够彻底融为一体中 记得吧 喂你们两个 看到刚才那时候过没有 黑哥 我们不是触电了吧 触电 那这小子怎么没事情 可能 可能 可能是他命大吧 看到我 命大也会变成短命鬼 啊 哎 哎 哎 头死我了 哈哈 黑哥 您怎么样了 给我把这小子走飞 别 别 别 且死啊 没手反击 就是这样 什么东西 我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因为你的龙神之力 也就是我 西行 龙神之力 哦 这小子中邪了呀 怎么开始自言自语了 我中邪了 我 你没有中邪 你提示我 我提示你 好好讲讲 弄起来 激发你的武魂 啊 不 我不敢动 师父 还敢回嘴 我 我 我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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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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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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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在龙神之力 彻底觉醒之前 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 展现你的武功和力量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师父 我去引开他们 等他们离开 你就立刻下山 只有等龙神之力觉醒 你才能回来 师父 我都想起来了 师父 师父再也没回来过 我 这什么情况啊 咱们三个一起上 能弄不了什么啊 啊 你小子行 这次先抱过你 黑哥 黑哥 你早就带着我们了 哎 你适应得很好 只要再多加练习 很快就可以回到龙神殿 找卧大局了 就先预祝我们 合作愉快 居然敢在监狱寻衅滋事 跟我来 嗯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处狗 废什么话 这些神渣 为死 啊 一鸣 出狱了 不送他了 日日 好好改道 重新做日 是 是 你紧给老子还钱 家里之前的全都卖了还债了 只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啊 啊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啊 什么人 爸 爸 你没事吧 啊 明儿 是我的明儿回来了 爸 妈呢 自从你进去好 啊 我跟你妈得出的东西 请把时间 没有债 我们拿不出来 他们就把你妈打进医院了 还债 什么债 马上利公子赔偿一百万 怎么 你真当做个牢 就不用还钱了 那一百万我们早就还清了 还有利息呢 利息不要钱啊 利息还差多少 两千万 咱们 咱们这是何人啊 爸 你的眼睛 怎么 当然是被你这个不孝子哭瞎了眼睛呗 还有你妈那个老不死的 干活摔断了腿 银明啊 你说你 活着还不如死了 瞧 我回来了 从今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们受苦了 我闯祸 我来凭 就凭你 兄弟们 给我上 啊 溜了溜了 说 李飞庭在哪儿 李飞庭正在抵好酒店 跟你的干妹妹操压呀 举行婚礼 帝好酒店 先生 我赶时间 可以让我的车先过去吗 我爸爸老毛病犯了 得马上去医院 再晚就来不及了 这可是利家的车队 耽误了即使你担当得起吗 我叫方子齐 利家正是在我方家的酒店办婚礼 可否帮帮忙 你方家算个屁 利少的事才是头等大事 赶紧滚 你 子齐 怎么回事 爸 哎呀 哎呀 这女的可讨没了 爹没救了 还得罪了利家 是啊 上次有人得罪了利公子 就从兴泽室消失了 爸 你别吓我 真是会心 今天可是利少大喜的日子 开车 爸 爸 说过去 是 啊 啊 啊 什么情况你加油啊 老板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眼花了吗 他竟然叫整个车子举起来了 还是用一只手 这真的是人类能办到的事吗 啊 啊 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 走给我吧 你这是干什么 爸 爸 你怎么样 爸没事 谢谢你啊 举手之劳 在下方是好 感谢神医救命之恩 遵请先生大名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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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是好 我没听错吧 兴得是首富方是好 没错没错 他就是首富方是好 方是好 假方总 我不知道您在车上 刚才都是误会 误会 喂 掌人血的东西 还不快鬼 是 是 小伙子 这是我的谢礼 盘龙湾别墅一套 盘龙湾的别墅 价值两个亿啊 这两个亿啊 这个礼太大了 我不能要 比起我的命来说 这区区一套房 算不了什么 易先生 不必推脱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好吧 正好也是晚餐时间了 不然 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真不巧 今天我还有些事 得去一趟地好酒店 这不巧了吗 地好酒店是我家的产业 爸 嗯 易先生 正好我们也要过去 不如 我们一起吧 那就劳烦您了 易先生 我让小女带您去VIP室休息片刻 饭菜马上备好 您不用麻烦了 我还有些私事 需要去处理 等等 地好酒店的厨子 是本事数一数二的好 易鸣哥真的不尝一尝再走吗 下次一定试试 今天确实有事 就不去了 可 如果易先生都这样讲了 那必是有要事 易先生 快去忙吧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方某定当全力以赴 多谢了 唉 这易先生明显是有要事 你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看出来了 但就是想要请他吃个饭吗 毕竟他可是救了咱们一命 要知恩图报 这还是您教我的呢 自然是要报答的 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带一批人跟着刚刚那位先生 一定要力保他的安危 是 就知道您最疼我了 好 好 林先生 不行 我真的得去工作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时 您就该上台了 时间还早呢 好 哈哈哈 莫为挑战 拥抱星空 愿爱我 就许该是 龙王 之中 前奖着光 千年转手精挑绽放 穿越时空 命运在座 一生龙 小欢心希望 我心如龙 天上的游 凡江倒海一直永不休 您好 请出师邀请函 没有 我来找人 你站住 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必须有邀请函才能进去 芽芽 先生 你 让开 芽芽 芽芽 都怪我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一鸣 你怎么在这儿 我出来 你不高兴 你不是应该死在里面了吗 是有人要我死在里面 不过我都解决了 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芽芽 跟我走吧 我一定 芽芽 芽芽芽 我看你在里面待傻了吧 芽芽 你是怎么了 是你怎么了 那么会做白人吗 我脑子有病 放着丽公子不嫁 嫁你个劳改犯 看见了吗 这些 你一辈子 乃至下辈子都买不起 所以 你就是为了这些 这些还不够吗 这些 草芽芽 我当年为你做了那么多 甚至不嫌进了监狱 你就这么对我 放开我 厉总 不好了 出事了 有人来闹事 哎呀 闹事你还不快去 后里面是干什么去的 厉总 你还是出来看看吧 这人说是东过监狱 跟夫人有过节 谁不长眼坏我好事 哼 一鸣 你要是识趣的话 就赶紧滚 免得丽总看见你 又要找人打你一把 臭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没钱没房没势 三无青年 还敢来学别人抢亲 哼 我也不是那么不尽人情的人 厉总刚花了几个亿 给我在盘龙湾买了栋别墅 还缺个看门狗 你去 正合适 从监狱出来 可不好找工作哟 稻子就大发慈悲 收你做个看门狗 呀呀 你说 给他开多少钱工资呢 蹲过大牢的人 还有什么工资啊 能有口剩菜剩饭吃 就已经是他的福气了 成员时空 你找错 一生龙手 唤醒希望 我心碌龙 天上云游 翻江到海 一直永不消 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 盘龙湾 我要是想不住 随时都可以 一鸣 我看你真是在监狱里待久 神经都不正常了 什么话都敢说呀 你知道盘龙湾的房子 多少钱吗 大言不惭 毕少 婚礼都准备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在这放你了 赶紧滚 毕非 今天只要我在 这婚就别想结 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我等着 来人 给他安排个好位置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废语人呐 出去等我 说吧 立哥说一鸣有点不对劲 今天就不来了 马 废 立总 那我要不要找人把他赶出去 给他找个前排的座位 这监狱里的生活这么惨啊 水果都没有得吃的 有屁块放 你这么凶干什么 老同学随便寒暄几句都不行 当年在学校里 数你最拔尖 这几年不见 还混到牢里去了呢 何止啊 女人还跟别人跑了 我说一鸣 你今天还敢闹事 你知不知道 这立总一句话 就能让你从世界上消失 我们可是好心提醒你 别不是好歹 你个老改犯 还拽上了 怎么老有狗 汪汪叫呢 别 别冲动 今天是立总的场子 还能让你教训他 算你走运 欢迎大家来到 历史集团的大公子 丽菲亭先生 与曹亚亚女士的婚礼现场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让我们邀请新郎新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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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新郎 说出你此刻的心声 首先 欢迎大家来到婚礼现场 各位的心意 我们丽家都收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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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真爽 恭喜 恭喜 在今天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非常特别的嘉宾 哈哈 这一位 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她是什么人 没见过啊 她算是我夫人的前任 她算是我夫人的前任吧 但也谈不上是正经前任 毕竟跟我夫人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夫人还是个厨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男人 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丽家认识的名医不少 可以介绍给你 哈哈哈哈 哎呀 为了让亚亚 过上她一辈子达不到的生活 哈 亲手把亚亚 送到了我的床上 而且 为了我跟亚亚 她还自愿去蹲了好多年大牢 多无私的人呢 哈哈哈哈 哦 对了 最重要的 差点忘了说了 她还是个大孝子呢 她逼着父母问黑社会借钱 她还不上 就让她爹还 她爹一大把年纪了 为了还钱干到眼睛都瞎了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 这还能叫神 像珍珠狗不熟 这人 我看着好像眼熟啊 好像是 是叫义鸣吧 原来叫义鸣 大家可记住了 遇见这样的人 别绕他 你的能耐呢 还有啊 她那个妈 也为了给她还钱 硬生生的摔成了残废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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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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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别动啊 啊 立飞行 想死可以直接说我给你个痛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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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赶紧放手 少你一条狗命 一鸣 你放手吧 今天是我的婚礼 就这一次 你还要闹吗 是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客套 一鸣 好歹他跟你这么多年 你要是个男人就够点纪念 别在亚亚婚礼上闹事 啊 啊 准备动手 都给我上 都给我废石万段 啊 真是找死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儿子的婚礼上闹事 老爷 哎 还能使 啊 啊 非婷 非婷 哼 我儿子的手 是你看的 你儿子把我害的家伙人亡 还做了大 这点教训 只算是个开胃餐 你 嗯 啊 非婷 既然从老里出来了 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还敢来得罪我们利家 我看你真是活够了 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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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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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都给我上 他给我打死 我 他给我看成梦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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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来人 把他给我碎十万段 我看谁敢 我倒上他 谁敢动他一根寒毛 一哥哥不必我顾虑 想做什么便去做就好 这是我爸爸的意思 放心 无论你做什么 方家定都会护着你 多谢方叔叔 方小姐了 这小子什么来头 怎么跟方家小姐这么熟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哈哈 是紫棋啊 怎么你认识这小子 李叔叔 这位受我方家特意请来的大师 看风水的 什么 紫棋 至少方家还是别掺和的好 你是不知道 今天是我利家小儿大喜的日子 但这小兄弟跑过来 无缘无故的闹一头 被打伤了我儿 这么瞒不讲理的人 恐怕不会是什么大师 啊 他明明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 怎么可能是什么大师 我看你就是被他骗了 什么 我在监狱里就不能学些风水了 就你 嘿 你那个猪脑子 就算去当看门狗都不够用 还学风水呢 老头啊 有些事呢 要调查清楚再说话 别开口就放屁 你 丽妃婷 我给你机会 把事跟你老子说清楚 也跟大家说清楚 我最饶你狗命 啊 小姐 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饶的 是这个小兄弟 实在是太过嚣张了 还是那句话 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动他一根海毛 一鸣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刚出来你就这么不安分 马上勾搭上一个女了 只是你这眼光也太差劲了 臭的货色你也能看上 嗯 怎么对子琪说话呢 子琪啊 儿媳不懂规矩 老夫叫醒了 这小兄弟不守规矩 我也必须给他点叫醒 不然 岂不是让来的各位就看了笑话 想必方先生如果在这里也是能理解我的 看来厉叔叔还是不了解我父亲 今天我在这儿就是我父亲的意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看谁敢动我女儿 老丽 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 帮老头 赶紧把你女儿领走 小年轻的事儿 你跟着瞎插和什么 易先生 真是抱歉啊 但我的地方 居然还让您受了委屈 方叔叔不用多虑 是 想来着厉家小门小户 霍梅教养也是情理之中 再说 我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黄老头 你这意思是要跟我们厉家作对了 易云 这么大罪数 别给脸不要 这事前因后果 已经有人告知我 明明你儿子有错在先 还装什么受害者 既然如此 你是非要跟我厉家对着干 今天谁杀了这小子 老子有重金仇信 上 啊 这丽家是吃饱了抽呢 没说惹方家说什么 说的是呢 这丽家虽然厉害 但跟方家比起来 可差的远呢 你们懂什么呀 这丽家的势力 早就越来越大了 不然你们都脑子想想 这丽家又不傻 没点把握 能在方家地盘上跳板 这丽家县真的好厉害吗 这样子啊 去生死堂 请龙爷 立 去 生死堂堂主 龙齐天 劳力 就这么点事 还需劳烦龙爷过来一趟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人 必去死 方叔叔 给您添麻烦了 但这事说到底 也是我与丽家的事 您帮我的够多了 就到此为止吧 叶哥哥说真话 就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 叶先生 这样说就见外了 您救过我的命 我方木今天 必定会护住 老力 既然你这般多多逼人 那也别怪方某 不如情念 去请龙爷 苍老头 你还真要为了这个 毛头小子 为了咱们两家 这么多年的交情 老力 这话咱讲 不是你刚刚 大张旗鼓地 要请龙爷过来 我的人去了 倒还替你省事 难不成 刚刚你只是想 借着龙爷的名号 还真是 龙爷 还真要请龙爷过来了 这明天流传 宁可死了见阎王 不愿活着见龙爷 但凡惹了龙爷 死都算解脱啊 看来今天这方家和丽家 是必定要拼出个结果了 就是 真是 这事怎么闹呢 看来今天这事小不了了 对呀 那就等龙爷过来 停停这个礼 邹叔叔 这事您实在不必 邹先生 不必多言 方某自有分寸 等下龙爷到了 你与邹先生先走 停车场最里边 有一间密室 密码是你母亲的生日 爸 那您呢 放心吧 这人越来越多 就算龙爷来了 也得顾着名声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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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龙爷 瞧人家这气势 一看就不是凡人 哎呀 哎呀 龙爷 还劳烦您大家跑一趟 只是今天这事 只有您能定夺 今日我儿大婚 这小子不仅跑来大闹 甚至还打伸了我儿 嗯 求龙爷做主啊 龙爷 您看我儿这两条胳膊 您说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教训这小子的时候 这老方还突然过来 至此保识这小子 嗯 快过去 我是 嗯 兔崽子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方 爹 你儿子让这丫头打了 你不帮我 你还骂我 这小兔崽子 是想害死我李家呀 好了 说起来 大家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么闹下去 这么闹下去像什么话 这小子虽然有错 但罪不至死 这样吧 两条手臂留下 就到你赔罪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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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 你 你 小心 小子 哈哈 小子 笑什么 龙爷 您消消气 易先生不是有意要冒犯龙爷 你 还请龙爷高抬跪手 放他一个 方叔 这已经是龙爷网开一面的结果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个网开一面 宠死 龙爷 龙爷息怒 方叔 你不必求他 他以为大名鼎鼎的龙爷 有多名便是非 没想到也是个孤名钓鱼之辈 宠死 快 住手 今天的事 到此为止 除了这位易先生 其他闲杂人等 平常 大家都抓紧点时间 快点 放一眼 请吧 请 龙爷 龙爷 您这是做什么 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这让我们立家以后 还怎么再道成混呀 没听到龙爷的话吗 赶紧走 龙爷 你 龙爷 你怎么能给他跪下 闭嘴 我跪下 是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大岁数 给我下跪不合适吗 生死堂堂驻龙齐天 跪见金龙殿殿主 手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殿主恕罪 嗯 他竟然是金龙殿殿主 老头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殿主 您修口这玉佩 是金龙殿历届殿殿主都会佩戴的 这世上仅此一块 属下绝对不会认错的 是头 你认错人了 这玉佩不是我 金龙殿是只认玉佩 不认人的 您佩戴的这个玉佩 就是金龙殿殿主 先起来什么 这么一堆人跪在我面前 算怎么回事 不不不 您就让我跪着吧 也算是为刚刚的屋里给您赔罪 你们要是带不起来 那我可就真生气了 多谢殿主 多谢殿主 去 给殿主搬把椅子 是 都怪我 没能马上认出殿 才惹出这么多事情 殿主是有什么烦心事 也要您一声令下 金龙殿千军万马 定解您心中之忧 好一心目 但用不上 叶哥哥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有事吧 女儿 不必担心 我已经打电话 让保镖们都过来了 定会互注意先生的 可 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要是真出了事再进去 不就什么都晚了吗 叶哥哥 走 救人 这是什么情况 这叶先生还真是厉害啊 能在龙爷震怒的情况下 平安无事 你们 没什么事了 就别跟着我了 殿主有事 可来生死堂 属下随时恭候 叶哥哥 告辞 叶哥哥 叶哥哥 你没事吧 他有没有伤到你 伤到哪儿了 他们哪里伤得了我啊 叶哥哥太厉害了 方叔叔放心 事情我都解决了 他们不会找您麻烦的 谢谢方叔叔 方某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啊 这事情都是您自己解决的 方某没能帮上什么 爹爹 叶先生 酒菜已经都备好了 可否赏个脸 一同吃个饭 方叔叔 真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事 这饭 还是改天吧 血绝了 既然如此 就让我安排送您吧 不用麻烦了 有车 谢谢您方叔叔 我先走了 好 这叶先生 还真是少见的实诚人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再见到叶哥哥 子琴 你 是不是对叶先生 有好感 叶哥哥他 会喜欢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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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你怎么跑过来了 怎么跑过来了 你早知识到儿子回来了是不是 怎么还瞒着我 说 儿子是上午刚回来 我这不是来告诉你吗 没想到儿子先到了 受苦了 我儿受苦了 既然回来了 就踏踏实实找个班上 再去相亲找个靠谱的媳妇 对了 千万别去招惹那个曹亚 人家现在是丽家的儿媳妇 或是我们这样的人能招惹她 你爸说得对 咱就老老实实地过 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爸 妈 经历了这么多 你们还不明白吗 老实只会越来越受欺负 那你还咋想 人家有权有势 你不夹着尾巴做人 迟早把命给丢了 你爸也是为了咱这个家好 行了 找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今天就现在这儿照顾你妈吧 我去问问老王 有没有什么灵活 爸 我既然都回来了 你跟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别工作了 还有 我认识了一位叔叔 家里有套空着的房子 给我们住了 您回去收拾收拾 我们搬过去 房子 啥房子 儿啊 你别是让人骗了 可房子呢 他蹲了那么多年大牢 上哪儿认识什么叔叔啊 你听他在那儿放屁 是真是假 你跟我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一米啊 就是这里 这 说房子 我们真能住 爸 妈 这房子不算什么 儿子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爸 妈 你们随便看看 儿子真是出息了 现在这人还真是什么梦都敢做 就是 穷能连饭都吃不起了 还想着住大别墅 你们简直痴心忘想 是 是我们的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一顿歉 我 我们不走 现在我们又不见他的 这房子也是我儿的 我们不用东躲西藏的 嗯 嗯 还没人想 你知道这房子多少钱 怕一个老老板犯 努力三辈子都住不上这个房子 啊 啊 是哪个不张眼的 一鸣 我看你是疯了吧 嗯 妈 我先背您去医院检查 站住 鬼 看 你私闯名宅 你还有理了 就是 这房子是丽少爷送给我们亚亚的婚房 你们闯进来 到底什么居心 还能什么居心 看我有钱有事了 想额一笔呗 你搞搞清楚 别跟个疯狗似的到处乱咬 这房子是方家送给我的 哈哈哈哈 一鸣 我看你真是在里面待傻了 人家方家凭什么白送你别墅 真当我是傻子好骗吗 我最后说一遍 滚开 哼 喂 刘管家 有人私闯名宅 赶紧过来看看少没少东西 哼 今天你们私闯名宅 谁知道有没有偷东西 不检查好 谁都别想走 不准走 再不让开 我就不客气了 我看谁这么大胆 赶紧解决了 是是 看你们这穷酸样 别敢跑到这里来偷鸡摸狗 爸 你先带妈去医院检查 这儿我来解决 嗯 啊 啊 你们 要走也可以 先把衣服脱光了 证明没偷东西 没错 不然 谁都别想出去 生死 哼 好大的口气 快把阿姨送到医院 是 这里是我的地盘 谁让你们过来撒野的 你哥哥放心 他们会照顾好阿姨的 不行 哟 完了完了完了 方大小姐怎么过来了 赶紧溜 刘管家 啊 你怎么看的房子 怎么谁都能进我家 你家 这房子是我的 给我把它拿下 大小姐 我错了 好你个吃里盘我的东西 我把房子交给你托管 你就当自己的租出去了 要不是我过来 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呢 你说什么 租出去了 这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不是租出去了 还能卖出去 可恶 他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你放屁 飞庭都把文件给我看过了 怎么会是租的 对不起 方小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可这都是丽飞庭让我干的 丽家的势力 我也不敢不听啊 我懂了 你们几个何其伙来欺负我 我现在 喂 怎么了 不是说白天别给我打电话吗 我这正忙工作呢 老公 我知道 但是今天我来到咱的婚房 发现方子齐在里边 还说这房子是他的 老公 我不是让你没事别去别出吗 手续还没办完呢 行了行了 我正忙着呢 怎么办 怎么样 立总什么时候来 他 他 我看 是不敢来了吧 哼 你就找了这样一个货子 猫主 你别高兴太早 飞庭说了 他马上就到 一鸣 你也太可悲了 举不到亚亚 就跑来人家心房里呢 妈 还想再借一只橘子 别废话 他什么时候到 等他到了 我心筹就整一起算 我都说了嘛 马上到 你一脚 我记着 等立总来了 会为我赌制公道的 好啊 我等他过来 你哥哥 好帅啊 这位爷 我错了 真错了 请你饶了我吧 哼 没用的道谢 等会儿立总来了 你也别想好过 你 你别听他瞎说 李飞庭就不可能来 他这房子就是跟我租的 租了半年 还给了我两万块的好处费 我说的句句实情 合同我都有 小姐 我看看 哼 这立飞庭还真是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这 怎么可能 哎呀呀 这立家这么有钱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我们赶紧走吧 刚才飞庭在电话里说 他有事不能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 站住 怎么 不等立飞庭过来了 你 方大小姐 是我错了 还请你帮我走吧 你这是干什么 丢不丢人 起开 放了你吗 也不是不可以啊 谢谢方大小姐 谢谢方大小姐 但是 这房子我已经过户给一鸣了 所以 所以你们闯的是一鸣的房子 自然也该 这房子 还真是他的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是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够 隔住这种房子 完了 一鸣不会帮过我的 李懿哥 我错了 你一定原谅我吧 我下次不敢了 一鸣 救救你 放了我吧 看来 关键还是在亚亚 若 让亚亚 给一鸣道歉你 你干什么 你还看不清情况呀 现在在人家的地盘 一鸣又这么恨你 真要对你做点什么 你咋办呢 好汉不吃眼前亏 送你求你 你赶紧道歉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放我们走吧 难道一鸣哥哥还爱着他 回去告诉李飞鸣 准备一百万的违约金 不然我就够你们私闯营宅 这罪名够你们进去喝一会儿 一鸣 你是真疯了 凭什么给你一百万 不给也行 那我就多宣传宣传 堂堂丽家婚房都买不起 还要租 可真是大势一缺 可恶 先答应了吧 到时候李佳知道了这事 还怕你 我答应你 可以帮我们走了吧 先让他们走吧 好 等一下 先写个借条 可恶 写完了 可以了吧 一鸣 要做什么 好了 赶紧滚 你还愣着干什么 滚 是 紫棋 对不起 吓着你了吧 你 这么恨他 一开始不恨 但他今天这样对我父母 就恨了 你放心 阿姨会被照顾得很好的 谢谢 话说 我这 算不算是见家长了 啊 这 哎呀 开个玩笑 你这么不惊斗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话 其实我还有件事需要去解决 我父亲的眼睛 换了比较严重的眼睛 传闻六象黑市 有一种叫龙血胆的药 能治 我想去看看 六象黑市 嗯 既然如此 那这张卡拿去 里面有几个印 啊 这 哎呀 客气什么 拿着 买药也是需要勤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龙血胆 哎 小兄弟 小兄弟 哎 可是在找什么 我这摊上什么都有 来看看 好啊 都有什么 拿点东西出来 我看看 嘿嘿 我可有个震摊之宝 怕你买不起 震摊之宝 坐车 这个 可是洪武大帝 当年要饭去花果山捡到的 孕育孙悟空的神石 天下仅此一块 他也是得到了紫石头 才开创了大明 这石头好古怪 看来不是俗 这石头多少钱 嘿嘿 少虹 这故事不错啊 果出十万八千块 是不是能费十万八千里啊 哈哈哈哈 孙悟空同款 二无崽快买吧 也是也是 嘿 不过你要诚心想买 一口价 五万 冲你这份足够野的野血 我买了 五万对吧 足足吧 嘿嘿嘿 好嘞 我信得过你 钱都不用说 肯定正好 呃 五万整 没问题 谁是你的了 好家伙 这可是一只大飞扬啊 是 一块破纸到秀五万 我也去骗名他 小兄弟 我这有一块汉潮 刘邦斩白蛇之石 留下来的同款 真实 嘿嘿 小兄弟 不贵 仅卖十万块 感谢观看 很厉害 谢谢你 小子